繼續我們來關心 路西仔跟烏克蘭的戰士 路西仔請來打烏克蘭的瓦格納集團 對路西仔東教是很不滿 發動繁爛 他們去內臣的危機 每天是頭過隔壁的 白鷺師來做公親 現在瓦格納集團是大胤要脫脫 現在路西仔東教也不要追救他們的繁爛罪 八卦卡車在傭兵準備離開 請買菜給的傭兵也在在鐵里 俄羅斯傭兵集團 瓦格納在北京莫斯科之下 說要遵徒無人的俄羅斯指揮官 他就引起俄羅斯的南方下期 路西徒夫的道南人條 不到24點之後 瓦格納暗時還算不體理 因為在被瓦格納的協調之下 瓦格納跟瓦格納已經達成協議 在瓦格納的臨修 普利哥均說 甚至每海關營成的官方是要改善瓦格納 我們從未到達200公里到美斯科 在這時 我們沒有被瓦格納的血 我們從未到達200公里到美斯科 柯林無人說的發言前 佩斯科夫透露 協議瑞雍是和沒有參加判斷的瓦格納 臨修兵真是加熱瓦格納 你因為過方 尊重瓦格納 傭兵在歐克蘭的營養表現 所以也不會對參加判斷的瓦格納傭兵 對救這人 但是要求他們回到瓦格納的基地 李傭兵領修 普利哥均是已經提出瓦格納徒夫 被俄羅斯總統魯卡申科辦公室表現 在魯卡申科協調集合 跟在中 俄羅斯總統普廷的迴旬料 接換到相逢 未在俄羅斯近來活動倒閃 當時 還可以保證 我跟那傭兵安全的協議 李普廷也表態感謝被俄羅斯協助 對處 歐克蘭總統 澤敦斯基考試 俄羅斯協助 無法監控整個事情 各自控普廷 無出兵是因為他已經無敵的莫斯科 恭喜新聞帶市長朋友